1,2,3,4,5,6 我们把腰当这里当一个 7,8,跨,9 是不是,10,11 如果到脚排算大的,11个 任何一个一用力 这条线就断掉 所以你不能用力 所以一定要由它来牵 对啊,所以用牵引啊 这个啊,像我牵引 你看,你这个衣服我从这里牵引 我从这里牵引 它是不是就直了 就这样子啊 牵引当然是力啊 它是头嘛 我为什么要牵引呢 就是后面,我不让后面每一个关节断 因为我要去连贯它嘛 所以你也不是说不用力 你也不是说不用力 不是,不是 就是刚才讲的嘛 引力不是推,我们一般讲的用力 是推力 你用任何一个关节做 我用这个,那个 这边在推它,就是推力 你用手走 你是这样走的 你是这样走 就是手走在推 那就是推力啊 那就是推力啊 所有从后面去吹动前面都是推力 都不可以 我八卦拳是可以从这里开始的 其实它号称从这里开始 其实也不是从这里开始 太极拳是用的什么 我八卦拳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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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的 撑开我每一个关节 它就连起来了嘛 对 太极拳不是用这个方法 其实我应该讲的 在练太极拳以前 你的身体条件就要够了 你的关节就已经打开了 你的关节就已经打开了 你才有资格练太极拳 可是我跟你说 你今天你要动这一支 其他的也是开的啦 对 所以它沉肩坠走 所以当它沉醉的时候 我的关节本来就是开 松开了 对对对 当我一沉醉它更开了 所以我前面一引 我前面一引 它每一节就消 为什么从这边开始 它不是推 很简单 因为你 它不是从 它说是从这边开始 大概也不是从这边开始 你知道吗 它就是同时变就起来了 力量不是从它启动 对 你知道吗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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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它启动 那你又是可以说是从这边开始 对 就是 以前 以前 以前烧煤的火车嘛 火车头在前面 对对对 爬山 火车头一动了 后面每一节的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车厢 不是 连 连接器 对对对 连接器必须要先 空 它先要拉 先要拉住了嘛 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子 拉住了 每一节车厢都拉住了以后 火车头往前走 它就在走了 对呀 当火车头在牵引 往前走的时候 它每一节之间的那个联系 是张力必须要在 动而无有不动 反正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 必须要有这个条件啊 对对对 后面火车跟车厢跟车厢之间 那个关节它没有相连 对对对对 前面拉也没有用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是 那么懂 对对对对 所以说有种是教学因地制 你中国的语言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 所以你还有的火车是什么 然后叫阿里山 有时候火车火车头在后面推 对 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如果火车头在后面推 每一节车厢之间 它是相合的 对 它是相合的 对 因为它是从后面的推力 对对对 它不会开嘛 对对对 我听懂 有没有懂 所以当我们用推力的时候 当我们用推力的时候 每一个关节它都合起来了 对 它没有伸展 有没有懂 懂啊 非常想法是 它力量的全部到脚底 然后从脚底是什么 不是到脚底 到地 到地 不是脚底 当我这个手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是到地 这也是到地 这也是到地 而不是到脚底 脚底 脚底掌肝 这里也长根啊 我这有气根啊 松树不是有气根吗 我的手这样子它也有根啊 它是气根啊 是不是这样子 对啊 脚当然有脚的根啊 可是我的身体出来 当我摆出来的时候 它有根啊 都是在那边啊 因为它有重力嘛 因为有那个重力 当我摆下去了 因为它有根 所以它会往前走 它就开了 它往前走 它就开了 有没有懂 手放松 手指放松 往前走 手腕就开了 有没有懂 你不能说脚底的根啊 那你脚底的根吹上来 脚底的根吹上来以后 请问你的关节是开 开还是闭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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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臊 现在自己的脚底 va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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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ó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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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在走 关节一定要开 节节相吹 不是 臂起来吹 懂得吗 臂起来吹不是就伤害了吗 是不是 节节相吹是 有分节你才能吹呀 你臂起来没有节 没有节啦 要不懂 节就表示它是分开的 要不懂 先要练习关节开开 好 然后会用引力 懂得吗 你们一定要去 要去自己要去察觉 什么是推力 什么是引力 我们身体能力 废话吗 废话吗 有时候所有的 你的关节啊 当然在你的身体 同时都要用 同时都要用 对 你完成式子的时候 通常是合住 它不是用力的 它是落落下去的 合住 它就是合住 它就是合住的 定式下去了 我不动了 当然是合嘛 它才稳定下来 那你一要动 它必须要开 肯定下来 所以你说 立由跟吹 立由腿吹 请问你在吹的时候 你的 踝关节 膝关节 髋关节 是开的还是闭的 一定要开 你不能说 我是压下去 压下去都闭的 我从压下去的状态去推 那就不行 开这个词真的很有趣 它其实包含了很多 我现在看得很有趣 对啊 它只是一个 很中国人的信用词 呵呵呵 它这里包含黑袋的 开还有是 松开 它以前松开嘛 八卦是撑 撑开 对对 很重致 对啊 你是松开的 还是撑 撑 撑开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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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到完成定次的时候 可以不要 合作 继续乘诊 然后我直接再走下去 行啊 哇 我玩了 行啊 没说迟到 对啊 这样的差别跟两个问题 那你就是 你没有想要停 停下来 就是一直动 你只是红绿灯停 停下来 不是真的 你还没洗 洗火 呵呵 好 对啊 那也是一种练 练法 好 所以比如说 POSE就可以分成 出头到尾都是 开的练 对可以分 就是我每一招玩 合作 然后再开始 上一招 对 那就是你每一招 停 停下来了 停下来 数到10 然后 然后 然后你再走 对 对 对 好 那这两种 要这样